好,各位大兄弟们,这里是韭菜兄弟,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币圈最新、最硬的消息 然后你的点赞是给我的最大的动力 让我持续更新的最大动力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币圈还是全盘翻绿的 就像我之前预计的那样 我都始终认为在以太2.0 pause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是9月9号 谣传9月13号、14号 我们的以太呢就要demerge 就要从POW转成POS 从各个的角度来看 以太都会至少有不稳步的上升 但是能够拉到多高呢 这就打工号 个人认为在2000附近可能1800多、1900多 可能上到2000 这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demerge的话就是我们知道会出现一个分叉 分叉之后呢 你如果有以太的话呢 可以免费的领到糖果 糖果呢可能会值那么一丢丢的钱 所以说呢这个预期是在哪里的 大家还是会去买 其实聪明的人早就埋伏好了 但是往往就是在最后几天 如果demerge成功的发生了 那我会认为以太应该会拉一颗 看到今天以太又上到了1700左右 1700左右 除此之外呢我这边呢有一个消息就是我最近呢在帮stacknet 就是stackware它下面有一个stacknet它们的公链呢 在做一些开发者的社区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起加入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stacknet 因为我之前也一直在研究stacknet 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到时候我们会做一些比较简单的tutorial 来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stacknet 就是我个人的一些信息 好那今天啊新闻方面 其实最近币圈没有太大的新闻 今天global新闻好像就是女王世事了 享年96岁好像 伊丽莎白20 然后呢 那在币圈呢 就瞬间出现了很多 独狗盘对吧 包括了什么Queen Elizabeth New Save the Queen Queen Doge London Bridgestone等等等等 40多个相关的名况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 特别是在BNB欠上和以太网上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发币 其实技术含量是很低的 但是这些图狗项目呢 当然了是一些机会啊 但是风险也非常非常大 除非你是第一时间能够进去 我们看到Queen Elizabeth New 24小时涨了285倍 但是呢 它的流动性呢才只有1.7万 就是庄家是很容易能够去拉盘的 像这种项目 首先你要判断这是不是一个 项目是不是有后门 对吧 有没有漏洞啊 你不要买了之后卖不出去 这种事情经常使用 第二呢 由于它的流动性很低啊 很容易拉上去 那也很容易砸下来 你一定要第一时间跑 好吧 第一时间跑 这是今天的一个热点 那为什么说整个环境 还是非常的一般呢 就是我们知道啊 美联储9月份呢 要继续加息 对吧 75个基点的概率呢 上升到了84% 上市个FedWatch 我也介绍给大家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虽然最近有以太上面 很好的一个预期 对吧 以太要合并了 那如果顺利的合并的话 那以太会带着整个大半来 那从长久的来看 可能这只是一次反弹 只是一次反弹 因为整个宏观经济 我们之前也说过了 对吧 欧洲的能源危机 等等等等 还是在愈演愈烈 并没有解决 并没有解决 所以说呢 就是长远来看 大家其实 如果反弹的话 我个人的操作 我会适当的减仓 适当的减仓 特别是我之前 凡低买了一点 对吧 除此之外 我真的没有看到 有太多新闻 还有一个就是 BNB链有一个 TokenBab 的一个灵魂绑定的 一个代币 这个大家可以去 免费Mint一下 我还没Mint 我到时候研究一下 明天可能会做一个视频 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好像只能够在 它的手机 手机的应用上面去Mint 手机的应用上面去Mint 这个应该是 好像是一枚刀 或者是免费的Mint 所以大家有条件的话 可以去Mint一下 其他的话 真的是没有太多 太多的新 那从下周开始 所有的热点呢 都会放在 以太的分叉上 以太的分叉上 9月9号最新的更新呢 就是 我们之下那些矿池啊 一些交易所啊 基本上都是支持 分叉对吧 OE啊 但是一些 比较老牌的啊 比较好的一些 DeFi项目呢 他们都拒绝了 包括Ear Finance啊 Lux Ray也拒绝了 对吧 Circle啊 Circle是USDC对吧 也拒绝了 USDT也拒绝了 就是说Chinlink啊 Chinlink很大对吧 拒绝 Tether啊 也拒绝 就承认Pulse FTX 也是拒绝啊 也是拒绝 Ave 是拒绝POW的以太 对吧 UGALABS UGALABS也拒绝了 包括 这边没写 Stackware 然后也是拒绝的 也是拒绝了 POW的以太 就是这些呢 只支持正统的 POS的以太 对吧 还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知道啊 真正哪个才是 真正的以太 对吧 这个毫无 不需要质疑 好 除此之外呢 我明天呢 会参加他们的一个分享 AWSB社区办的 还有什么 DeFi投资的分享 大家有趣的话呢 也可以来参与一下 应该是在明天 北京时间 周六早上11点 的时候 进行一个分享 每期时间晚上8点 周晚上8点 时间还是非常不错的 特别是 那个老白 也会参与 正好想要一起学 谢谢 行 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 就做到这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 Peace 记得点赞哟